好,那我们这一部分讲的是Sync Transcription,就是哼唱转谱 或是唱歌转谱,比较精确一点 那它的visualization,visualization就是data怎么样呈现出一个画面出来 Rendering是怎样把成像或是成声,是把影像呈现出来或是把声音呈现出来 那在这里因为我们讲的是音乐,所以最主要要把声音能够呈现出来 好,我们来先看看这个有些terminology,我们在这里呢 先说明一下,一个是note note,我们特别指的是music note,指的是音乐的音符 那音乐音符呢,我们特别另外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monophonic 有所谓的polyphonic和monophonic monophonic指的就是在一个单一时间点的时候,只有一个单一音源或是没有音源 不会超过一个,那polyphonic指的就是有同时很多音源在发声 那一般我们的MP3音乐,因为它就会包含各式各样的乐器 包含人声,钢琴声,喇叭声等等 所以通常就叫做polyphonic 然后在music note里面呢,我们有几个栏位,这是为了,这是在medium里面呢,为了储存方便 那我想在python也是,我们都可以把它表示成一个structure,一个结构的变数 structure variable,那对每个note来讲呢,我有一个start,start指的是什么呢?就表示我的起始的时间 就是每个音符开始的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向量哦,这是一个vector duration指的是每个音符的持续的长度 它持续多长,那通常是以秒为单位 以秒为单位 那这时候呢,譬如说这个长度等于10的话,就表示有10个音符 那这边长度等于10的话,这边也会等于10,表示有10个长度 那这边也会等于10,这边讲的是说每一个pitch也是会有,假设有10个note 就会有10个pitch值 那这10个是什么呢?是integer 表示它是一个整数,是个integer呢?代表呢?代表什么呢?代表semitone 就是我们的半音差,或讲半音,或是讲midin number 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之前讲的中央拉是69,然后都就是60 那最后还有一个note的name,这是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代表你可以储存任何字串在上面 比如说这个note可能是一首音乐,可能是 比如说刚好遇见你,可能是飘向北方,你把它稍微记录一下 那根据有这个note的structure呢,我就可以长出一些mei-led function 这些function呢,这边我列出来几个 第一个,第一个叫noteplot 第一个叫noteplot noteplot是我要把音符呢,把它画出来,音符的结构画出来,让你很容易看到它长出来的音符是什么样子 那第二部分呢,是noteplay,这个play意思当然就是播放的意思 那再过来note to au,就是把这一整个note的structure呢,把它转成audio 转成譬如说一个wavfile,那你就可以去播放它 那再过来是notesubsequence,就从一个note里面呢 一个note的向量呢,切出一段出来,你给一个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那你就把note取出来,这个是在我们后续的各式各样的计算里面会用到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命名规则,可以看到很清楚,我都是以note开始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说,跟note相关的净量都是以note开始 那像note to,这个to当然指的就是to的意思啊 所以就是从note转换到audio,所以note to audio 所以有出现to,就表示是一个转换的意思 这是我的命名规则 各位在写程式的时候,其实命名规则是相当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写的函数,你忘了你的命名规则 那你要呼叫那个函数,你就要还去检查 这个其实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所以写程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其实你要规范你的命名规则 那包含你的变数名称,也要能够规范好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突然想到你要用一个变数 那突然忘了我到底是怎么命名的 那就还要去寻找,这就会浪费掉你的时间 那一旦你自己规范完你自己的命名规则 那程式码就会很容易看得懂,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那不过这个说的简单做的难 因为命名规则有时候会牵扯到很细节 你可能设定一个变数,这个变数非常包含很多面向 那你如果把它好好的命名出来,让你写完程式三个月之后你还看得懂 那这就是一个艺术,这个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才有办法做得好 有的note以后呢,所以我们来看我的convention convention就是 我的函数呢,它通常有一些 规则有些传统 通常比如说以note2AU这个函数来看好了 你如果要找它的 线上的 help 线上支援,你可以直接打help note2AU 那我们现在立刻试看看 抱歉,又切不过去 这个 powerpoint在播放的时候 我通常就切不太过去 那好,我们先把这讲完再来示范 第二部分呢,self-demo叫note2AU 你可以直接,只要打这个函数名称 你只要直接打这个函数名称呢 它就会执行一连串的自我的测试或是自我的展示 那自我展示的code写在哪里呢 就直接写在note2AU里面 待会我会展示给各位看 第三个呢 是我的函数呢 都有一个uniform format 所以我的函数的格式呢 都非常uniform mostly 就是尽量的意思啊 有些也是没办法 第一个,它要吃一个 input 所以这就是我note的structure variable 里面包含 start,duration,pitch,name等等栏位 是一个structure variable 第2个呢 是opt 就是opt option就是你要丢到这个函数里面 它所对应的任何 相关的参数 比如说你要 你要能够把note画出来 比如说你要用什么颜色啊 你可以规范在这里 那这个也是一个structure variable 那里面就有很多栏位 那第3个叫showplot showplot等于1呢 就表示我要 1 1 for plotting 就是要画出东西出来 0 for nothing 就是不画东西 就设差等于0 通常预设情况下 设差等于0 但是有时候为了显示 所达到的效果呢 我们就会把它设成1 然后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所以这是for visualization 那opt呢 opt通常你会 不知道说我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设定 你当然可以从help里面 可以看得到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设定 但是你也可以从 opd等于note to au 一个string叫defaultoption 他就会把option传出来 你就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栏位可以使用 那我刚刚讲的这些函数 比如说note to au 还有刚刚讲函数 通通在哪里呢 我通通把它放在sap的toolbox下面 这个叫speech and audio processing的toolbox 这是我写的toolbox 那你要从哪里下载呢 从这个地方可以下载 这边有好几个toolbox 包含sap 包含utility 那utilitytoolbox就是一些公用函数 常常被用到的公用函数 我会把它集结成一个toolbox 然后直接下载 然后把路径加进去就可以使用 那我先把拖影片停下来 然后跳回到 mateLab 字体可能有点小 那我看看有没有把字体放大一下 这样字体应该比较大一点 那我刚讲note to au 比如说你打help note to au 就会看出来那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说明 说明 有没有conversion from music note to audio 然后 然后 它的usage要怎么使用 在这里 然后它的description 它的描述 描述它到底 这些细节 吃什么 吐什么 所以它是note note是music note 这边写出来 它不是一个vector 它是一个structure variable 然后我们常用的format 长得是这个样子 那它也有支持其他方便这个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那option呢 option呢也是一个 这个函数的可变的参数 option.fs 就是说如果你要产生audio 它的sample rate要多高 然后产生方法呢 又有两种 一种呢 Method 1呢 是好像piano-like 就是按下去 然后声音量会慢慢变小 那第二种是flat flat就是说 按下去音量一直维持不变 然后一直持续到整个音符结束 那通常是method 1听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 那第三个是time unit time unit就代表说我的duration 和我的note start 它用的 时间单位是什么 那预设就是等于1秒 比如说所以1就代表1秒 10就代表10秒 那有时候我会 希望把它全部把它转成整数 这时候time unit就可能会变成一个 比如说六十四分之一秒 这时候我的 duration 或是 star等于64 那就64就乘以六十四分之一 但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预设它是1秒 这样会比较简单 然后 这个是audio fire name 就是说如果你要把 产生的audio 存起来的话 存到一个wave 那你就要设定这个字串 那它就会帮你自动 存进去 然后show plot 是把东西画出来 那au呢 这是output 最后的output audio object 那这边就有一个范例 各位看到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呢 就是 当你直接 你当然可以把它拷贝下来 比如说 打这里 Ctrl C 拷贝下来了 然后我直接 在这里 再打 Ctrl V 就出来了 opput就出来了 立刻就一个漂亮的note 和它的对应的 Audio的waveform就出来了 那你可以直接play播放 在这里 希望各位有听到 这是 那个隐形的 翅膀的第一句 那上面它的waveform 抱歉 是它的music note 那下面是对应转出来的waveform 它的波形 这个我们后面 还会再 再 讲得更详细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 那当然 我刚讲说 如果说 你 你可以要看这个函数 你就可以直接打edit note to au 这他就把程式码秀出来给你看 那这边就有列出来 这个函数 这整个就是mail的函数 那有 有百分比开头就都是comment 所以但是我这边必须 遵从 某一些特定的格式 比如说usage 一定是这样子 那中间 这边一定用tab隔开来 这边是两个tab隔开来 那description也是一样 最重要是example这里 example有没有 这边也是一个tab 后面两个tab 然后 你可以看看我哪时候就开始写 这是函数 从1999年开始写 陆续更新更新更新 最后一次更新 就是前几天 那我这边呢 如果 如果 nar gian 就表示输入变数 如果小于一个 那表示说我只有打函数名称 他就直接跑到selfdemo去了 那selfdemo在哪里呢 selfdemo就在函数的最下面 这就是selfdemo做的事情 selfdemo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 whichmfile 就是说 这次mfile的名称是什么 然后把mfile pass 就是把它读进来 他既然知道他在哪里就可以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我变成一个mfile的object 那这时候呢 我把object的example的部分把它抽出来 这个example呢 就是我前面讲的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这个example 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 那就直接去执行 后面就是去直接执行 这个stream evolve 就是 把抽出来的example的这一段文字 直接去执行他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说 你懶得拷贝这么多东西 有没有这个example 你可以把它拷贝下来 你也可以直接 直接 比如说我把它 我把前面都关掉 那我直接找note 图au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他一样就去执行example 就把example那一段 秀出来给你看 所以就是很方便 你只要写一个范例 那 使用这个函数的范例 写在里面 你只要直接打这个函数的名称 他就可以把范例 秀出来给你看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投影片 所以这就是我 我写函数的一些 规范 那这些函数 写在哪里呢 你要先把路径加进来 比如说你要打这个样子 我把sap的toolbox抓下来之后呢 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先add paste把它加进去 它能够搜寻它的路径 那一样你要把utility要加进去 有的utility函数也要一并加进去 这样的话它才有办法使用 这两个目录下面 定义的任何的 MateLab的函数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投影片 好所以这边大概这个convention和这个 Toolbox下载网址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 好我们先看 第一个叫noteplot 那noteplot 这边就是我对应的程式码 在这里程式码 要呼叫这个函数的范例在这里 那上这个范例呢 就是我noteplot里面的self-demo 所以你只要打noteplot 这个图就会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CrossAll就把所有的视窗关起来 那noteplot就会把 画在新的视窗上面 这个我要特别解释一下 它画出来的图是什么意思 我把它放到最大好了 我放到最大 你可以看到这个x轴呢 是指的是时间 时间 一路过去到16秒 那y轴指的是它的pitch 那pitch单位就是midi number 或是semitone 那在横轴上面 你会发觉 有的是粗的 有的是细的 那 特别我用粗的来代表 它是一个全音 用seed来代表它是一个半音 那譬如说这个 这个60 就指的是中央dou 这个是dou 升dou re 升dou 升dou mi fa sou 升fa 升sou 这样一路上去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看呢 就是让你知道说 这些音阶呢 其实大部分的音符呢 会落在 比较粗的黑线上面 但会有例外 例外就是因为它有转调 那像这种没有转调 你可以看到 你看这首歌 所有的音符 全部都落在 粗的线上面 没有落在细的线上面 所以也就是跟各位讲 就是将来你要 去找音符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比较容易落在全音 半音的机会会比较少 那我们也是这样 把它播放一遍 播放的时候呢 理论上它应该有一个progressive bar在往前跑 那有时候 如果说你电脑做很多事情 那个progressive bar就会不准 那我们试试看 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准 因为现在在做很多事情 你又在直播 又在 播放这个音乐 还算准 这样就可以 你立刻就是有音符 不管是 你的是标准答案 你的音符 或是你经由你 Sing Transcription 抓出来的音符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把音符呈现出来 然后立刻就可以播放 那这首歌是 很久的一首歌 这是 邓丽君唱的南海姑娘 我想听过可能不多 应该是 我国中的时候 在听的一首歌 那你可以发觉 这音符通通没有重叠 我们当时做 Sing Transcription 也就是 因为主唱的人 只有一个人 所以要转出来音符 也希望他通通没有重叠 再回到我们的同影片 所以这就是 Note Plot 那所以我刚讲过 这一大段范例 其实就已经通通写在Note Plot 里面的Example 所以你可以直接打Note Plot 就可以把图 画出来 所以这是有关于 把音符画出来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是Note Plot Note Plot就是要把音符播放出来 给你听 那其实 我们刚刚 那个那个图Note Plot 是把它画出来 但是你押键 他也在做Note Plot 那Note Plot呢 他是直接就播放出来 他可以不画图 譬如说 譬如说你这个Show Plot 你通常设定等于1 他就把图画出来 设定等于0 他就不画 也是在整个程式码 行过程中 我们只想听到声音 我们并不想画图 之后 修Plot就可以设定成0 那一样 这一段 这一大段程式呢 都在Note Plot里面 你打Note Plot 他就会把图画出来 我们来 试一遍看看 其实这些 功能呢 就是让你很快知道 每一个函数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很快的就可以 知道他做什么事情 就很快去呼叫他 各位可以听到他立刻就放出来了 这就是Note Plot的功能 立刻就放出来 那当然我设了Show Plot 他就把这图也画出来 也是一样 如果你觉得 听得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再听一遍 我这台Note Plot好像这个音效卡有点破破的 所以声音 不是很好听 我看到Sightl有一堆问题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两边同时坚固 我先把这些讲完 那所以你看到下面 下面就是我的波形的部分 你看到波形 你看这个就好像一个钢琴 琴键压下去的波形 钢子声音很大 一下 按下去 就起来 然后慢慢就缩小 慢慢缩小 那这就是我们的Method等于1 播放的方法等于1的时候 它会产生的一个 音符 Audio的波形 然后它的包落线 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上面也是一样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尤其在像这种流行歌曲 有没有你看到所有的音符都在比较粗的 黑线上面 所以表示它是一个 就跟着它的调性 是一个全音 至于到底是什么调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你可以发觉它全部都在黑线上面 表示它半音的机会 不多 很少 一般流行音乐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会移调 这待会我们还会提到 它会移调 移调以后它又会出现有黑线有白线 这时候你只要把它移回来 让它大部分在黑线上面 这就是也是变成一件 比较重要的工作 好 所以这是 Note Play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呢 是Note Note2AU Note2AU呢 也是这样 我这边也是 Self Demo里面写的 范例 那 我们也是直接试一遍 Note2AU呢 它会把你转成 Audio出来 但它不会播放 后续Audio 你可以做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那它因为我有设定它的 Audio Fire Name 所以它会 甚至把我储存起来 那如果不需要储存起来 你把option 里面的AU Fire Name把它设成空字串 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这首歌是隐形的翅膀的第一句 我们也是播放一遍 那我特别说明了 我这个 Music Note 从哪里抓出来的呢 我们直接看它的 Self Demo 我先把 这个收起来 然后 Edit 抱歉我这边是直接写死 直接写死在这里 事实上呢 它是从我们的那个比赛的 Corpus 直播为什么断掉了 那我还是把它讲 事实上这一些 No Star, No Direction, No Pitch 都是从我们直播的 抱歉 都是从我们 AI Cup比赛的Corpus里面 抓出来的 事实上这是第六手 各位可以进去看一下 第六手就是隐形的翅膀 连线中断 连线中断 男赛的 抱歉刚刚 连线中断 现在 现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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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